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承认我自己真的在这个单元我吃了非常多好吃的 我就吃了两次 然后呢还有吃了我们的屏东的美食 像上次来邀请到船长到我们的录音室呢 把屏东的Otoro带到我们录音室跟大家一起品尝 真的在现在哦 大家想吃好吃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就是一个美食王国 但今天呢 现在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面的看一下 我今天餐桌上面所有丰富的美食 你看完之后 大洞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是 它真的全部都是素的 我觉得太惊艳了 因为我那时候去试吃的时候啊 我觉得像我喜欢的麻辣臭豆腐啊 甚至呢有些时候吃起来的口感 其实它这个蛮像我们就是所谓葷食的肉 但主厨就是告诉我他真的都是素的 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哦 同样的再回到我们去年又去的旺考酒店 首先邀请到是我们公关Angel Angel早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 这满满一桌的美食都是 它每天盯场很辛苦 而且所有的菜设施 它必须去确认完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摆盘到现场 让所有的消费者去食用 也就是我们旺豪酒店的 金赏蔬食百惠餐厅主厨 蔡长志 蔡主厨早 那主持人早 然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OK 说到旺豪 其实我觉得高雄现在已经不陌生了 但是Angel因为你们家的餐厅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记得从去年 我们有两个节目都有去拍摄 欢迎大家真的 不管你是喜欢吃什么美食 在旺豪都找得到 但我真的就很好奇了 因为你去年 我记得我去找你的时候 你也是从头到尾 告诉我好多不同的这些美食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 上个月 上上个月你告诉我说 你们家有一间 它是全素 而且就是蔬食的餐厅 这个在算高雄的饭店很少见 就是怎么会想到说 就真的就整个做蔬食的餐厅食材 好的 高雄万豪酒店呢 它有日式 也有中式料理 然后港式饮茶等等 那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要带给消费者 除了精致的美食之外 我们更希望可以引入这个健康 因为食疗嘛 从吃为最根本 那我们就想到啦 这个大自然孕育出来这些蔬食 就是对我们人体最好的一个能量来源 所以我们今天呢 才会以半年筹备的这个时间 来诞生的这个金享蔬食餐厅 想了半年 觉得应该让大家再吃这些 我刚说的 现在人真的想吃什么没有 就是很快就可以 在高雄 现在真的就是各个连锁餐厅 其实都到高雄来住点了 对不对 来扎根了 真的非常幸福 对 那但是我刚刚提到 因为饭店其实也大概手指五只以内数的出来 一些饭店他真的愿意做全蔬食的 所以我当时听到你讲说 你们家有一间全蔬食的 我又吓到 我想说真的吗 但我后来去做了功课 我也真的发现 因为我知道印度吃素的人是全球第一的国家 但没想到台湾哦 在这几年 竟然我们已经要升到快第二名了 而且人口数竟然将近快突破300万 当然有一些的统计数字 甚至说台湾的素食 蔬食的东西 因为素分很多种 待会我要请主厨好好介绍一下 他说竟然在台湾的蔬食吃素的人 他的商计竟然高达600亿 这样的一个比 那我觉得最重要 这个有些时候当然有人说 因为宗教的关系 有的人需要吃素 但是就像刚刚Angel你讲的 大家现在其实会回到养生的概念 我可能跟宗教没有关系 但是我可能希望我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 所以开始寻找这些蔬食好食物 而且是原型食物 我觉得这几年 营养师你们强调的真的有用 就是大家知道说 我要健康的话 我就应该要吃点原型的食物 而且不要过度烹调 好那今天邀请到万豪酒店的 金翔蔬食百会餐厅 来重点来了 就是我们的主厨了 因为说真的 我以前如果说你不是吃素的人 可能大家都不会很主动 或者说自然而然想到说 我干嘛要去吃素 而且很多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素食真的不太好吃 而且素食看起来 人家说有那句话什么 就是好吃的东西不健康 健康的东西不好吃 甚至有人说不好看 我先问一下主厨 因为听众朋友 赶快可以上YouTube 看一下我们帅帅的主厨 蔡长枝蔡主厨 我在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在这个行业做28年 我有嚇到我想说 主厨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你做28年 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大概几岁 你就真的就是烹饪出一届 谢谢 好 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个厨艺当学徒 那因为就是到台北区那边去 去开始来做 然后从 我预计是民国82年 民国82年到现在 对时间算一算 不然当兵的时间也在火房里面去做蔬食这个区块 所以其实跟蔬食是蛮有缘分的 那做蔬食的话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做婚的 那后来因为是这个亲戚他们是崇尚这个中家的新娘 所以算是自己的舅舅 所以他把我带来做蔬食的 那觉得蔬食做的时候还越做越满有兴趣 对而且也遇到一个好的恩师 一个启蒙恩师 所以他愿意去无市场的一支奉献 来跟你说这个菜肴的料理跟他的兴趣在哪边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不敢在制作菜色菜肴上 我觉得我们的成就不只是说来自于一个薪资的报酬 以及我觉得应该是客人消费者对我们的肯定 是我们一种成就跟我们的原动力 对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怎么去变 看老车的菜肴 那当然对于一个精英者的最终 最终我们还要去想说你今天如果是 不管是自己长店还是帮人家开店 我们都一定要值得这个 整个获利的原则 但基本上蔬食的话 有的是先天失业 有些回归给一些消费者 对 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万豪酒店他们酒楼的这间新的 快要满三个月而已 真的就是真的是很新的餐厅 还是baby 对对对 经常蔬食餐厅他们就是buffet 然后价格我只能说 如果你跟一些饭店也吃蔬食的话 至少就是 对我们的价格很平价 优惠到二到三成 对不对差不多 我们中午的话是680 晚上是780 那其实我们这个价格 在这个整个蔬食业界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而且大家如果来看到我们百道料理 真的会觉得是吃回票价 我去逛的时候真的好几区 然后我跟你讲 今天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而且我没有办法出击 要不然的话主厨一直跟我说 你一定要尝一尝在现场 他们有那个蒙古诗书 现炒的对不对 对我们现场有那个日本的卢烧 卢端烧 对那还有另外一区是铁板烧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有点像蒙古考论 你可以看到食材的新鲜 对那你喜欢夹什么你就可以自己来 对对对说到这边我就决定先介绍这一道菜 因为我其实在看到蔬食餐厅的时候 大家都会强调说我们吃养生健康的 所以提到这个蒙古食书区的时候 我那天去看哇很多是大家平常不会买到 或者也吃不到的蔬菜类 主厨稍微来介绍一下 而且那天也特别跟我说明 就是你们跟台东的厂商业者 其实他们两个星期也过来 然后你们会去确认到底他在进什么样的 这些算是比较稀有的台湾在地的食材 对那因为这些食材其实采购跟取得的话 我们在平地还有保存上其实都很多有问题要来克服 那所以我们可以跟东部那边的业者 那他们大概一个礼拜会来跑到两次的平地到我们市区这边来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订一些可能是比较东部的野菜 比如说那个笔筒心 像我们现在主持人帮我们各位介绍的那个是檳榔花 新鲜的檳榔花 听众朋友这个是檳榔花 新鲜的喔 那外面我们所吃到的都是调理包 那这个只要是顾客您只要到我们现场的话 很多聪明的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平常买不到 而且单价非常高 所以很多客人都很厉害 一进来就给你加了一大盘 但是切记就是说不能吃太多 太太冷了 对就会跑肚子会不舒服 你主厨不是怕你吃喔 是怕你真的会吃多伤身体喔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像胡椒叶啦 台湾胡椒叶跟皮隆心跟马齿线 还有一些糯米团 雨来菇 情人的眼泪 因为我那天啊 其实我也是想说我真的不能吃太多 我那天也在跟公关讲说呢 确实需要进行节食 但是就是看到他在炒那个蒙古食书的时候 那整盘看起来就是很翠绿 我觉得很多东西喔 就是新鲜、现做 真的就好吃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是也是简单调味 就直接端给客人 是 其实我们 其实蔬食就是 其实我们要注重他 除了替消费者把关 吃的健康也要吃的安心 那在烹调上 我们尽量不做过多余的烹饪 但是也要去 就是去把食材的精髓去把它掉出来 代出食材的纤维 是 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食材 其实就是 找出它能够精致美味好吃的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重口味 你不用灰心 你也不用害怕说 所以我不适合去蔬食 错 因为我那天去找主厨 也端了几道菜 真的就是很适合 如果你口味比较重的人 其实也可以吃 还有就是 像我们平常也不是吃素的人 我那天要去找公关 我想说到底要不要吃饱一点 再去 但是后来真的发现这不用 而且他们家连甜点都好吃 所以再次 邀请听众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 今天我们万豪酒店 公关Angel 还有金赏蔬食的主厨 蔡常志 蔡主厨来到节目当中 他把他们家 因为buffet的东西真的 琳琅满目 能带的 就尽量带给大家看 我觉得我就直接开吃了 然后让主厨来介绍了 因为蔬食的部分 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冰兰花 今天带过来的是 已经看过的嘛 对不对 然后 在日式区那边的话 因为我有看到他 对对对 蒲烧曼 听众朋友 真的他是素的 但是这个蒲烧曼 赶快上YT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你当时 你一开始就有思考规划 说我一定要让大家看起来就是 他一点就不是那种纯素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俗词 就是要思考下面说 奇怪很多都问我说 那你竟然您吃素 为什么还要取那个荤的名字 那其实我们又站在各种角度 不管说今天我们的产典 有五辛素 淡素或淡奶素 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吃素其实有分五辛 那其实我们在现场 我们很贴心就是有帮各位每一道菜 上面都有标示那一种全素 淡素 奶素或淡奶素 以及我们也有提供五辛素 但是我们还是会尊重这个五辛素 全素的朋友 会做到整个 就是不要去展览到 标示牌 我们的标示牌都很清楚 会有误触地雷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看 从我刚刚说的 你不吃素的 或者你真的吃很纯的全素 其实在里面 因为它区域很多 你真的就是可以直接挑你自己最适合的 而且标示的很清楚 那天去能看到 甜点啊 或者说一些小菜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写的很仔细 就是希望 不管你吃了 因为像我身旁啊 不要说我们经理 本电台的经理呢 因为宗教的关系 他吃素 我还特别想说 我一定要一起来入素食 然后另外也有发现是 有的人吃过边素 有的人奶蛋素不吃 对不对 就真的分蛮多的 对对对 好 所以 现在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呢 这个真的就是看起来很像普梢曼 但它是素的 这个是用什么 这个是非常用健康的元素 那其实也不怕各位学位 我觉得大家当然就是说 不管是素食在于 推广或者是一种事业上 那其实普梢曼呢 仿天当然 我们是用非常健康的元素 我们用的是山药 所以你想想看山药泥 它本身 它的利用山药泥的淀粉 那 这个是属于是蛋素 那跟一般的用的是 那个小麦纤维 跟调里姜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软嫩 所以它吃起来就又像是 葷的那个 普梢曼 对 那还有它紫菜的海味鲜味 对 那还有我们自己搭配的那个 果香中药材所调的蜜汁 菩萨曼蜜汁 对 所以 所以说 我们在餐点上 就会为了说有一些 仿昏食 让一些更想 度他们来吃 蔬食的群众 有 这个 口感可以 是 蛮过去 要不然就是 你可能是希望说 亲爱的另一半 或家人真的比较健康 如果说你 你不要特别跟他强调说 我们要去吃素 你就说我们要去 最新的餐厅吃 这道普梢曼会偏到 会偏到 而且它的摆盘 就是也蛮像的 因为 我那天去的时候 发现日本料理区 其实你们连那种 你要说的 还有生育片区 对不对 是 来吧 既然说到日本料理 我们就把日本区先讲一下 听众朋友 我今天现场呢 我知道我上一集吃Otolo 那真的是金三角 所以 蔡主厨是 酥辣酥丁的 就是 看到主持人拿出 那么丰富的东西 那我们怎样拿出 我们公安 这边就这样说 我们绝对不能说 对 我们也把我们的 大富重富金三角也拿来了 大富重富金三角 所以给各位品尝一下 蔬食人吃 我今天真的觉得公关压力很大 因为他带帅帅的主厨出来 然后他觉得我们家的菜 怎么可以去输别人这样 好 听众朋友可以上YouTube看一下 因为主厨你也切了一盘sashimi 是不是 还有花耶 对 我们把它卷成一个玫瑰花 对 来来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富重富金三角 这个食材是 对 其实他这个食材 本身其实要选取比较优质的 一样各位都知道说 他可能一定是用蒟蒻粉 但是他的蒟蒻粉来源 日本魔语 但因为挑选好的日本魔语 你才可以调出那种好的味道 跟它的口感 那其实 在生鱼片 我们所看到这边有双色的生鱼片 那还有一个是 野果的生鱼片 那还有 树的旗鱼生鱼片 跟树的鱼生鱼片 那完全吃起来不会有蒟蒻味 也不会有腥味 我觉得听众朋友现在一定有个疑惑 请问一下主厨 鲫鱼跟鮪鱼 他同样的食材 是口感吗 还是说视觉上 视觉上 我觉得主厨真的很不想输 因为他连萝卜丝啊 什么就是硬弄 不过就是 我今天 刚刚小编有端给大家看 我那一天在现场也有吃 他还是有他的Q度在 对 我们就想像一下 你现在真的就是鮪鱼 我们那天看到鮪鱼 我还特别说主厨 我一定要吃一片这种鮪鱼 对 那天看到我们光光看到 我船长带那些东西太丰富了 对 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个日式生鱼片 让大家一入口 马上有大海 在大海裡面遨游的感觉 我怎么会觉得自己在吃 那个旺好的公关一直在呼叫上一集的 佳蓁餐厅的小船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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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这是健康的金三角 对 让大家吃的很清爽 那天我有吃 然后大家同样的 主厨也有帮你准备 那个 wasabi 酱油 这让你吃整套的 对 所以日式去 喔对 还要提一下 你看我现在桌子上还有这个 这个算是 去日本料理店一定要有的 对不对 土瓶蒸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和首屋 那我们这边会用的是这种重要材 这个好像也蛮受欢迎的 对 就是用了我们的药材 那温补跟冷补一定要互相去搭配 不能去起冲突 然后湯头起来会非常顺口 然后也不会去 有 这个整个太浓厚的苦味 感谢 所以我们 在基本方面 整个在口感上 那还有里面的材料的话 我们会调配比较温和 对 而且听众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样怕中药味的话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重的中药味 对 它就是在喝一个 那个 你说它是 也不像鸡汤那么的油 但是它确实有点 就是那种温补的感觉 对 其实就一样的药材 那其实 不管你今天是拿来炖 当然是炖荤的 那其实我们把食材做更改而已 那一样我们 里面有加上新鲜的菇类跟山药 所以都可以吃的 对 因为我那天去 何首屋好像真的蛮受大家欢迎的 是我们是独立医区 而且女生们真的何首屋补一下 好 所以日式区就很丰富了 你看 那还有我们蒸蛋 对对对 蒸蛋 听众朋友 主厨今天带了好几个蒸蛋 等一下我跟小编 我们会努力的把它剋掉 这是出卵蛋 我们不是用一般的蛋 对 你们食材好像 就像刚刚提到的 蔬食的部分会跟在地的小农 还有厂商就是做长期的合作嘛 然后这个蒸蛋是特别挑出卵蛋 对 因为它出卵是我们去跟那个蛋农 蛋商去 其实现在蛋有很多种 比如说飞龙式 还有什么放山鸡 其实很多种 好我们现在来鸡蛋教学一下 请问主厨怎么挑蛋 那蛋基本上我们会去选择 蛋可是出招一点 那其实它那个所谓出卵蛋 就是说所谓第一次受精蛋 对 然后它出来是非常卵 而且当然它的价格当然是非常高 对 那因为也是其实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 其实也跟公司的 在协调上 因为毕竟我们必须需要想 给消费者吃到好的东西 所以在 趁我们现在还有好的东西 各位消费者你要赶快来 我觉得主厨 可能在暗示一个重点 就是去的话 记得吃冰蓝花 第二个赶快去吃出卵蛋的蒸蛋 这个很滑耶 对 像布丁一样 滑嫩 而且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而且主厨也还放了菇 那增加口感跟它的鲜瑞 然后还有那个 对那当然如果说像有的消费者 他是因为他是无菇无豆无奶 以及无福子各种的情况之下 哇塞 呃 我们当然不会说去 其实只要是消费者 公司这方面是希望我们做到 冰子如归 但是 当然我们是百费的性质 如果说你跟福神 或者是 内部跟我们的 反例影响 我们可以尽量来 帮各位做出这一种 就是说如果真的吃素的人 他真的还有特别的一个 算是他他需求的话 对 基本上我们现场是有那些告示牌 对那他如果说还有更多的不方便的话 在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之内 都可以希望他能吃的开心 或者是帅帅的主厨 会尽量的完成你的愿望 对 好 这个蒸蛋真的要吃喔 而且我觉得出软蛋 我知道大家平常可能 不要说出软蛋 是一般的鸡蛋 从去年就长到 现在大家也知道 价格真的不肥 那他还用了出软蛋 知道的是呢 你在吃出软蛋的话 其实他整个口感的Q度 本来就是会特别好 所以这个 冰冷花 要吃 蒸蛋要吃 所以你看 日市区 我们真的就吃蛮多的 那接着上来 因为那天呢 主厨你带我走一区的时候呢 你还特别的提到 你们在现场 因为是蔬食嘛 当然 简单就是素的东西 是 猴头菇 跟不同的这个肉类 其实你也特别有提到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所谓素食界的菲力 对 那他有一种别名 就是说 听众朋友像不像 对 就是素食中的三蒸台味 那三蒸台味就是因为说 其实他就是一种 群雷山上的一种 比较珍贵高贵的食材 那这个猴头菇排 是我们自己在 腌制自己发泡的 是我们自己来剪的 所以不是外面处理的 那所以 我们可以有知心说 可以做到出 好吃的口感给各位 那还有我们特调的黑胡椒酱 这个酱再沾多一点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那一天 其实 我去找主厨 他就说你坐下 我去弄一点东西来给你吃 哇 他就特别喔 因为其实现场 已经没有端出这个猴头菇了 但主厨还特别去 请厨房再去把猴头菇拿出来烹调一下 然后我就很好奇喔 因为吃素 然后忽然间看到黑胡椒酱 我就觉得主厨你真的太贴心了 就是你这样可能 他不一定全部吃素 或者说有些时候他可能正在 正在调口味的客人 对这个是你也希望说大家吃的 口感的味道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不要太过于单调吗还是 对那这个黑胡椒酱 呃 呃 呃 呈现素类的菲林 呃 呈现素类的菲林 去从异国那边去几个国家之后 去中和的一个调法 那去寻找特别的香料 然后回来调配 对那其实这个 呃 厚头菇牌呢 其实我们在采购厚头菇牌的时候 也要非常注重他的那个熟成器 嗯 才可以做出那么扎实有口感的厚头菇牌 哇 对 厚头菇的口感 真的是很满足耶 他整个的那个厚度啦 我觉得有差 就是 所以他到时候是 他每次在现场的话是 现尖 对 现尖 而且 呃也许别的地方都吃得到 喉头菇牌 可是我们的独门酱汁呢 就只有在高雄万好才吃得到 先生朋友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黑胡椒牌餐的话 这个口感会让你觉得 哈 你是满平衡的 那个酱汁是ok的 嗯 有黑胡椒酱昏的感觉 像这样如果去吃套餐 可能 应该一份套餐应该就是 680以上 对 光是喉头菇牌的套餐就要680 来这边就是无限供应吃到吧 好 可是主说点出了第三道亮点 哈哈哈哈 就是冰檀花 喉头菇吃完 然后 蒸蛋吃 其实这个在外面如果单点来算的话 破千要的 对绝对 而且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 我无肉不欢 我不喜欢 吃不惯蔬食 但是吃到这一道就会很满足 嗯 就会颠覆他对蔬食的刻板印象 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 黑胡椒酱你一定要加 而且不用担心说 主主子会给我一吃吗 不用 他真的是现场让大家有很多的这些佐料 其实都会让大家自由的去调配哦 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万豪酒店 他们在五月份开的九楼京享蔬食的百慧餐厅哦 今天欢迎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面呢 看到我满满的这桌色彩缤纷的菜 它真的全部都是素的哦 都是素的 广告回来之后就是我们要开吃一些 如果你跟我一样可能口味重一点 或者说有些东西我们会觉得 大圆形的食物啊 或清淡的食物可以吃 但有没有一些是让你吃起来觉得 就像Angel你刚刚说的 嗯 猴头菇 咦 沾了黑胡椒酱对不对 好这里感觉说 我真的也有再吃一点肉的那种口感 主要回来之后我们要开吃的是麻辣臭豆腐 我吃完之后真的有经验 然后还有主厨竟然还可以做泰式的咖喱 真的呢我觉得不要讲的话 而且它那个肉 我觉得大家每次都在很好奇的 就是素食界的肉 除了大家现在熟悉的未来肉之外 我待会要介绍 菜主厨他有用一个 肉供更繁复 对的弱法 对不对 牛奶豆腐 牛奶豆腐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呢 继续开吃今天的阳光美食堂 哦对 我要预告一下哦 今天我们有餐券 要送给大家 所以仔细听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开吃 回到节目当中 阳光美食堂 我是小鹿 今天邀请到是我们万豪酒店的公关Angel 对 还有我们酒楼 五月份刚开的京享蔬食百惠餐厅的菜昌志菜主厨 主厨你真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素 还是真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 然后阿姑这样带你做蔬食之后 你好像真的也跟 我应该是喜欢吃素 因为我觉得长期在餐厅直销 我觉得我们那些厨师同意 他们大家因为吃素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 因为 还是有人问你说 吃素就可以跟你这样烦恼环桶吗 当然啦 其实吃素真的有差 我们建议是不是他把那个口罩稍微露一下脸 吃蔬食就可以这么帅哦 其实应该是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没有在做过什么苦工啊 所以就是 主厨好谦虚哦 但是我跟你说 他真的做了快30年的厨师的工作 是没错 28年 那当然其实 还有比我们更吃深的前辈 那不是说 就是说 当然不是说自立商 那我们还是很谦虚的 一直在学许吸收 做中做学中学 对 那就是说把好吃的东西 或者是说跟周遭身旁的同业 一起来做交流 一起来做精进 对 而且我说真的 我觉得输 昏的世界真的还蛮多食材 可以倾便万化 我觉得输世界哦 真的你可以编出 像听众朋友 你在我的YouTube上面看到这几道菜 真的只是他们的buffet当中的一嘎嘎角 因为真的大概有至少六大区 对 真的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呢 你这吃 我觉得不用吃到全部一轮 大概半轮 你真的就可以饱了 好 所以我们刚吃的是日本料理区 对不对 然后 铺沙漫 对 铺沙漫 然后你看现在今天连港点都来了 对不对 如果有些朋友们你真的就是喜欢 加一点东西 然后比较有饱足感的话 也有这种现真的港点 我在现场就是看到有好几组了 有好几组 包含着 因为那天我真的吃不下 你喜欢的港点里面流沙包 也有 菜主厨也帮你准备 好 那这是港市区的部分 然后接着上来呢 还有 这是银河 我们的披萨 对 那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来 其实我们的披萨有 市场会有几种口味在那边 不管是玛格丽特 或者是迅菇 或者是甜的披萨 我们都会做不同的口味的变化 让每次来呢 不会说 吃到都是同样的东西 吃到会腻 我那天看到披萨 我想说主厨是因为怕外国人进来 然后看不到自己熟悉的食物 还是也希望说 对啊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 你来这边其实是周游列国 把各个国家的东西带进来 有美式风格 欧式风格 亚洲风格 南疆风格的菜 我们都会做定期的一个促销的一个主打 用味蕾来环游全世界的一个概念 蔬食不是没有美食 是你还没有来过高丘外豪 还没发觉到 对对对 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待会玛格丽特呢 我在那天其实有吃了 我现场吃现烤的 真的耶 它有个热烤出来 热烤出来 其实你不觉得它是什么素食的料理食物 所以我觉得喜欢吃披萨的 或者说有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去 对不对 披萨的他也有帮你准备 好 然后另外呢也有看到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很有炒丝耶 手卷区 而且主厨 你说这个是 算限定款和隐藏版 要去booking 对 其实它是限量版 那它是要单点现做 对那它是一个那个 巴勒手卷的一个过巴手卷 对 听众朋友 赶快上YT看一下 因为它的外皮 大家知道手卷的话 一般外面要卷海苔嘛 是 海苔也好做好弄很便宜 主厨令人家制造麻烦耶 对真的重本 而且这个光你卷不好卷 因为你还要卷那个外形 对啊你要先做外面这个锅巴的型耶 你温度要掌控 你太高的时候黑掉 开地的时候膨胀不起来 所以要撑的时候马上下去卷 对 我觉得蔡主厨真的跟在他下面了 一定会学到功夫 但是应该前面会被骂的很惨 对其实 主厨永远我们的老大一直在出考题给我们耶 对我们就希望说 在周跑的就是大家一起精进啊 就是说其实大家一起进步 对 那因为这里面还有巴勒絮 那吃起来会脆脆的 不是 光那个皮就很脆 我在听我朋友应该好听喔 而且 萝卜石 巴勒絲 是是是 然后还有那个 木树芽 对木树芽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真的很好吃耶 对卤筍 里面还有苹果 就是一个悬果悬 那是假的肉松嘛 对假的肉松 就是菜酥 很香的菜酥 加上那个 对更提味更香 妈妈妈妈妈 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去 这个真的 拿两个给他 对 就很像零嘴啦 对对对 很美味啦 而且比如说 要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 比如说不想吃生菜 或是不想吃 哪一部分 木树芽的话 都可以拿掉 我们为他当场是 线捲线包 就交代一下 现场的厨师 就帮你做特色料理 可以做 属于自己喜欢的 这个 而且我要说 其实主厨跟 N9公关 他们是特别呢 从 旺好北高 然后开车过来的 农行真的 还是一种的 对 还是脆的 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控制时间 就是让主持人 品尝到好的东西 绝对不能呼隆 我下次就是 会到现场去 直接找蔡主厨 我就直接到9楼 去找蔡主厨 对啦 因为他们现场 我要顺便提一下 很多人吃饭 当然吃饭 是为了祭武藏庙嘛 可是吃饭的环境 真的也很重要 有的真的会怕说 你坐在那边 然后隔壁桌的 大小声 腰祸 或者说他整个的 桌子跟桌子之间的距离 真的很短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觉得 好像真的把饭吃完 就要走了 但你在经常吃蔬食 你就会觉得很享受 你会觉得多做一下 真的就觉得无所谓 而且他们 我等一下介绍 有看到我桌上很缤纷的甜点 还有就是 男爷呢 现场的服务员 真的也很贴心 他说那你现在想要 先来杯果汁呢 还是先来杯热咖啡 对就是都有都有 好 所以这个手酒 我真的觉得 让我蛮惊艳的 我那天没吃到 但是真的 整个的搭配 酥脆啊 就是里面有那个 苹果的脆度 然后外面有锅巴的那个香脆 还有蔬果的整个鲜甜 所以一起融入口中里面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个口感真的搭得很好 但是要提醒主厨说 这个是你直接到现场 然后跟板前师傅 是 板前师傅也为你先做 ok 好,那接下来的区域呢 我们就慢慢的要走进行重口味了 来 因为那一天 我也是跟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我那天去吃真的还是食物 就是吃 因为有些人真的吃初一食物 吃素 对不对 但是呢,主厨就马上给了我一碗 麻辣臭豆腐 超好吃 而且很香哦 对 那我们的臭豆腐 其实我们找了好几间 就是不管是从南部的那个 传统市场 还是我们的豆类制品工厂 我们一直在寻找说 非常软嫩的豆腐 那这个软嫩豆腐 可以达到说 你煮下去的时候 膨胀它的那个系数 是非常软嫩的 就是它能够吸脂 所以没办法 找一找之后 还是从台北掉下来 就是一度也曾经在南部找 适合的豆腐 对 所以它还是过盐水下来的 我必须跟提供朋友讲 跨过濁水溪 跨过濁水溪的豆腐 它就是因为有品质保证 我觉得菜主厨 他真的就是做菜 他是希望说 如果我的厨也有到那里 对不对 那要配合好的食材 适合的食材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你真的也为了迎合 就是吃重点的 或者是他真的才刚开始在转换口 或者今天是因为老婆吃素 我不得不来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入味 比如说你喜欢吃川味 重口味的麻辣味的 那其实它是香而不辣 它是非常的香 但是它 其实你们不喝汤或喝汤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豆腐滷得非常入味 那旁边还有搭配一些 大白菜金针菇 还有川的豆皮 那你一起吃的时候 其实你要当做臭臭锅再吃 也非常满足你的口腹 真的 我觉得我那天吃完 我连汤都喝完 听到没有 就是跟你 有的外面 甚至卖麻辣臭豆腐 我都觉得味道 不一定比菜主厨的好 这点我真的是推 所以 你自己本身也喜欢吃的话 我还记得那天 Angel 你是不是有跟她说 叫她做外包 不是 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爱吃辣的人 嗯 所以呢 当我吃到这一个 因为我们自己常常要试菜 试菜 只有我们自己满意了 才有这一个信心提供给消费者 所以我们在吃到这一道的时候 我都说 太惊艳了 跟我去吃这个房间的 外面昏的 麻辣臭豆腐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更剩一点的是它完全不油 对 它完全不油 然后又很入味 吃起来又很清爽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体验 哇 所以你看 菜主厨的这一个又帮你按个赞 这真的 我还是要回到 吃素的食材 它就没有昏的世界那么多了 但是它又要千变万化 这件事真的还蛮难的 所以我自己也真的推 如果你真的有去的话 那 当然旁边有一些不同的养生饭 对不对 是 有我们有一些松露炖饭 对 还有那个 牛肝蜜炖饭 松露炖饭我要顺便讲 是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这个桌面关系 主厨没有拿来 但是我那天我在现场真的有吃 没有什么差别 味道很荣誉 就是喜欢炖饭的跟松露香气的人 一定要试 一定要试 那我们也是遵从那个正统的那种做 所以我们是用那个 一样式意大利 生命下去煮 下去炒 炒完之后再下去做炖煮 所以 主厨你说你还用什么鲜奶油 对 对 我们一定是有用鲜奶油 那还有我们的全素的那个松露酱 对 那我们饭是就是遵循古法 下去炒 所以吃起来就是 我们的米心是不像真的是 所以它倒有的米心 迎合 因为台湾人口感的习惯 要不然意大利的炖饭 其实它是有一个米心 可是以台湾人来说 他就觉得你不煮不熟 这很冤枉 我真的要帮竹竹平反 没有 如果你是吃炖饭 他真的有吃到那个米心 其实他只是遵照 意大利他们那边炖饭的做法而已 对 一般国外他们的做法 但是主厨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老少嫌疑 然后也都是在口感上面 大家真的吃的比较习惯 所以我那天吃松露炖饭 我真的会觉得 你种美食 种米饭的人 因为有人不吃饭 真的觉得没有饱足感 你真的要去先弄一碗松露饭 吃吃看 好吃 好吃 而且香气也够 对不对 我们现场其实也有白米饭 然后有素肉燥 所以不管他是想要尝试炖饭 或是他习惯白米饭的话 现场其实都是可以选择 我那天也看到有不同的饭 就是直接在自助区那边就可以取用 但我推松露炖饭 好 那重口味除了麻辣臭豆腐之外 其实上来这一碗真的不得了 而且他真的就是花了主厨更多的时间跟工艺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也算你可以吃到回本的 他的食材的成本真的不便宜 这个要陈之伟全名叫什么泰式咖喱吗 对我们那个叫做是泰式咖喱牛奶堡 牛奶堡 好 当然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听众朋友问你现在上YT看的话 就说主持人 那一碗上面咖喱是咖喱没错 然后还有马铃薯 重点来的就是我现在夹起来的这一块 有些人可能会猜说 这不就是也是可能是豆腐吧 可是他其实看起来 他有点就是入味之后 他有点其实也像肉的形状 我要告诉你他的成分 他确实是 对因为其实他现在是有点 其实你要让他泡在汤汁里面的话 如果够的话他就会非常软嫩 那你如果当然就是没有泡在汤汁的话 他可能去刮风就有点觉得有点干彩 那他的做法会比较繁复跟比较重成本原因 就是因为说我们在做的时候不是用 这叫什么肉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叫蹄虎肉 就是蹄虎肉 那不是听众朋友说 你现在大家都有流行那个蔬食未来肉 未来肉其实本来就不便宜了 对不对 但主持做的这个蹄虎肉 我跟你讲成本更高 对因为其实我们不能用那种低脂 或者是调和乳 他一定要用全脂鲜奶 那全脂鲜奶 我们就好比是说你用三罐家庭汤的鲜奶 三罐 对那你用 我们利用那个乳清蛋白的分解所萃取 所压制下来的最后那一小块 大概不到300公克的 就是做出那一碗的蹄虎肉 三品耶 主厨做的是三品耶 三品的全脂鲜奶 然后就这样子手工慢慢弄 而且你说还要一直去考虑 对因为它隔水加热之后 那我们加上有醋味有酸味的东西 那你去调和的时候它会产生乳清蛋白分解 那所存留下来的乳清蛋白是可以喝的养颜美容 然后我们所萃取去把它压制出来的这个区块呢 就是我们的牛奶豆腐 那你必须要把它用那个我们的饭筋部去压制 那至少要压四个小时成型之后 这个就是切出来的 古法做豆腐的 对那我们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它的分解原理 因为它的是酸碱性会做分离 所以去把那个乳清蛋白做分离 但是你用的是如果是调和乳 或低脂鲜乳的话 它就做不出来 我补充一下 它讲的是蹄胡酪乳酪的酪 不是胡酪 对所以它其实现代人喜欢吃优格 喜欢吃奶制品的话 它就是已经都把它层层过滤到最精华的这一段了 所以真的就是 搞刚但是是健康又美味的 真的是只有一个坚强的餐饮团队 才能够制作出这个蹄胡酪 我还以为Angel要说只有一个 努力不懈坚持要做下去的主厨 我那天听主厨讲我真的会觉得说 天哪他跟我说他弄了三瓶鲜乳 然后弄这么多成本 他只做出 你说那个大小大概就只有一小块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是他的精华他的容索 那你听说朋友如果说你真的那时候有吃到 你那时候去有吃这个泰国咖喱的牛奶堡 你大概夹我现在在镜头当中的这种肉呢 大概夹个三四块吧 你知道吗 就是主厨用三瓶鲜奶做出来的精华了喔 这就是也是可以吃绘本 是 没错 好那重点是因为吃素的人很多说 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嘛 那蛋白质确实就是从这些大豆的东西来源的 好那节目最后了 来来来来 我们终于要来到另外一个 Angel推的重头系的甜点 对你那天在跟我说甜点 然后还叫我一直去赶快喝一下杏仁茶 而且跟天后朋友讲 他们杏仁茶呢有坚果 有坚果所以有坚果香 然后杏仁味是一定有嘛 然后还有是 还有那个什么油条 就是让大家口感真的都有顾到喔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家的甜点真的很棒 人家都说一定要留一个味给甜点 对那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甜点的还有饮品都非常的多 比如说像我现在拿的这个就是椰子水 然后还有这个是桃椒 桃椒银耳入 对然后上面还有很大颗的红灶 红灶 对那所以光是在饮品 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其他像是接古墓的气泡盐 对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网友我看到几个部落客他特别推 那个真的很棒 对而且跟天后朋友讲 那个在外面买不便宜 对一杯就一块一破百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在帮听众点评就是 你去如果时间的关系 或者没有要吃很多 要记得哪一道哪一道一定要吃 好所以而且另外还有一瓶 是主主刚刚也蛮推的 而且听起来就是美颜养肉 芝麻的 吃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芝麻牛奶牛奶糊 对所以它你看它非常 它整个是非常 底部有芝麻 荣誉相容 对女生们真的我们要多吃点芝麻 尤其像头发啦很多 其实它就是可以照顾到我们身体上的这种油脂的补充 好那这些是在甜点区的部分 而且要跟听众朋友讲 是因为我们 藏地受限 要不然的话你连要喝什么泰式奶茶 还有鲜榨果汁 还有炒冰 对 还有炒冰 对对对 他跟大家吃的炒冰 现场炒 看你爱吃什么配料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搞定小朋友了 好 来 接着上来呢 还有就是我也蛮推的 因为那天喔 就是看到它除了色彩缤纷之外 吃下去也真的口感很好 这个你要说它是菜吗 或者说它就是也是饭后的一些水果 对 来主厨这个是半颗柳橙 是它是属于一个开胃的先前菜 就是说我们里面是用优格沙拉 那里面是那个我们的豆鼠 就是很像吃起来有水梨口感的那种豆鼠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水 所以它是豆鼠 它真的不是水梨喔 对它是豆鼠 但是豆鼠的话吃起来有它的鲜甜美味 嗯 对 而且听众朋友 其实我平常不吃优格的 但是这种 如果有厨师愿意把优格 做成另外一种不同的甜点的话 我就愿意尝试 是真的也好吃 而且 里面有不同的水果 再加上当地的这个流程 所以其实 优格对味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 搭配这些比较季节性的水果了 因为现在夏季到了 所以我们将 提供一些有水果元素的来做路菜 也比较清爽 也比较节奏 嗯 ok 对这一道 我觉得女生们 或者说真的是 你需要一点清爽口感的话 例如说 你可能吃完麻辣臭豆腐 需要口感 稍微改变一下 然后才去吃炒冰 要不然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会怪炒冰的错 或者是餐前 就是来个开胃 也ok 因为高雄起来太热了 真的爆热 真的爆热 吃完再去看高雄妹 来 另外还有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个甜点 刚刚我们小朋友说 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喔 主厨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是我们的火龙果卵糕 火龙果卵糕 这也是为了搭配就是 就是应用当季的水果 对也是现在的当季的食材 那有火龙果冻跟火龙果卵糕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表面有沾附椰子粉的 对那我们这边是搭配这个 我们的坚果 一起来做食用 那因为我们现场有做一些 比较日式的抹茶冻 还有杏仁冻 对还有一些水 雪悬饼 对都有一些 还有生巧克力 哇 对巧克力也是 然后我要也补充 还有喜欢吃什么花生大福 草莓大福的 对 现场还有红豆汤 杏仁茶 还有我们现做的一些食材的饮品 女生们 我只能说你们去吃 就是 吃到下午茶 对不对 这些甜点真的就是很优惠了 好我不能再吃下去 但是呢 不行这个一定要吃 这一定要吃喔 好来来来 介绍一下 这个是有点像是提拉米苏的口感 它非常的特别 它上面呢 就是有点像布丁 那下面有蛋糕体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吃呢 就会有不同层次的这种风味 所以也是尽量虽然它是蔬食餐厅 但是大家真的还是可以吃到这些 美味的甜点 做一个美好ending的甜点 对 好那 还有再加上爱吃冰淇淋的 其实除了炒冰之外 还有创冰 清冰的那些 对 没错 欢迎大家真的自己直接到酒楼 欢迎大家 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棚内 所以呢 只能尽量的把一些觉得招牌 或者说主厨特别 希望大家能够品尝的菜色 端到我的摄影棚来 但是我下次会直接去酒楼找菜主厨 而且让大家真的是好好的吃顿饭 就是那个环境 对 我还是要说一下 因为那天我们跟Android 然后几个 我们坐在用餐区的时候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它分不同的区 有的人可能喜欢靠窗 有的人喜欢私密一点的 也都有 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价格 我觉得价格也真的很优惠 那提供朋友 如果说你也爱吃这些好吃的美食 但是你很怕有负担的 你就是去酒楼找菜主厨就对了 吃的健康吃的 对对对 我觉得它真的把素食 发挥到一个极致 淋漓尽致 对对对 而且顺道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还有包箱 假设是要宴客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套餐式的一个上菜方式 完全都不需要走动 那我们就有专人来 就是让大家来用餐 非常的舒适 让你舒服 然后有隐秘性 然后鼻祖金环 对 他那边的美食甜点真的非常多 好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担心邀请到是我们万豪酒店的公关酒 对 然后还有我们酒楼 五月份刚开 才满三个月的小baby 但是很好吃 金翔舒适餐厅的菜祥寺菜主厨 真的 在我线上看到这些菜色 大家真的都可以到现场去大快朵頤 而且呢有很多还有好吃的 我们没有端上来 就请大家直接到现场去吃了 来最后要请Angel告诉大家 因为我那天听到这个优惠活动 真的觉得真的假的 就是不是一定要宗教人士 就是只要他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如素的一些人士的话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享用我们金翔舒适呢 我们现在推出一个特惠方案 就是只要您是宗教人士 当然不陷任何宗教 不是说穿着袈裟 道教宗 佛教 或者是甚至神父基督徒 只要是您有一些政见 或者是一些衣着 可以有比较明显辨识是宗教人士的话 来馆内用餐 就是金翔舒适用餐 就可以享有八折的优惠 而且不限平假日 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到年底 将近还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欢迎大家 就是如果你的服装 其实让服务人员就很清楚辨识的话 不啰嗦直接打八折 然后再把主厨刚刚说的那个很费工的 成本也很高的 真的一定要记得吃到 一定要记得吃到 好听众朋友我也知道 我今天绝对有帮大家磨福利 我要了餐券 我要了餐券要送给大家 所以待会仔细听我们的题目 然后记得打电话进来 零七五三五 一五七七五三五 一五七七五 我要送餐券了 我要送王好酒店九楼的 金翔舒适百回餐厅的餐券 要送给大家了 准备好电话 今天再次谢谢Andreel 还有我们的菜肠市主厨 谢谢 拜拜 欢迎大家来